聲音的基本知識 我這裡不會講得很深的 不會像上Physics那樣的 因為其實這個音響班我已經教了兩次了 上兩次我都教得很深的 接著是沒有人懂得欣賞的 所以我剪掉了 多謝拜拜 所以我就會把一些太Physics的東西剪掉 我只是講一些你需要知道的東西 那你明白多少就明白多少 就算不明白 我想也不會太大影響的 對於你音響的控制 那當然你知道這些就會更加好 那首先就是要告訴大家 就是聲音是靠著 物體的震動而產生的 就是靠震才產生的 那在空氣裡面 那些空氣的粒子就在震 那你就會聽到聲音 或者在水裡面就用一些水來傳 傳播這些聲音 那所以聲音其實是必須要透過某些煤界去傳送的 那就不能夠在真空裡面傳送的 所以呢 如果大家去過外太空的話呢 是不會聽到聲的 那直接傳播大家明白 那有些物理現象可以間接傳播聲音的 那其實在物理的角度來講呢 有四個 不過有兩個就不是太重要 我就不說了 我只是講反射和妖射 反射呢 即是reflection 英文 就是聲音的反彈來的 就是在一個環境裡面 當一些聲波遇到障礙物的時候呢 它就會反彈 因為它不能夠穿牆 那它就會在牆裡反彈回來 那這種的現象呢 我們就叫做回音了 為什麼你有得示範回音 我不用了 明白了回音 就是你在大峽谷裡面大喊就是那些聲音來的 那而慢射是什麼呢 慢射就是把一些反射打散的 一種反射來的 就是 例如一個凹凸不平的平面 的表面 不是平面 例如地牢這個 這個叫什麼 這個石牆 這個石牆 這個就是一個凹凸不平的表面 那它反射聲波的時候呢 就會反射得不均勻的 那就是 就是出來的效果就是 那些聲音呢 就不會反射得那麼厲害了 或者沒有那麼集中的反射 就是反彈 就是反彈 對 那在禮堂那裡呢 其實那些回音都很厲害 因為它反射 那個現象是很頻密的出現 因為它的表面都是很平滑的 例如地面是很平滑的 那可以反射到很多聲音 或者是窗的那些 也是平滑的表面 那可以反射到很多聲音嗎 是啊 因為這些 這個外在環境的限制 我們是做不到什麼的 那 盡做吧 你永遠都 永遠都 永遠都弄不走這些回音的 那但是怎麼去 啊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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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另一件事 不關聲音的事 現在是反射 是啊 鋪地毯是其中一個做法來的 如果你有去過Bang房的話 它會鋪了很多地毯或隔音面的 那麼它就 那個目的就是想隔了一些聲音 那麼就不要讓它 一來不要讓它反射 二來不要傳出去 就是這樣了 好 然後第二個現象就叫做 大 Abs.DDDDDD 那這個就是那個聲波 一直逃就逃Dis 一路的濃的 走進出 這裏的障礙物 那他原本的 應該是這樣打直出的 那但是他會轉彎的 這裏 轉彎 那麼火車就散在四方八面 都會聽到了 即是站在這樣邊便會聽到 本身應該是這個凹ame wherein該才能聽到了 如果你站側一點都會聽到的 那當然辦 URL 就是因為一個擾射的現象 那所以 如果你在 例如在禮堂外面站側一點你都會聽到低音的聲音 但高音聲就沒有聽得那麼清楚 這也是因為妖射這個原理 所以就讓你低音聽得比較清楚 接著一些關於描述聲音的方法 人類聽到的聲音有什麼頻率呢? 就是在這個範圍中20hz至20,000hz 20hz就是很低音的那些 20,000hz就是很高音的那些 那是什麼聲音呢? 都不太需要知道 因為不太能聽到 低於20hz的那些叫次聲波 高於20,000hz的那些叫超聲波 超聲波的人一定聽不到 海豚就聽到 而聲音可以分成兩種 一種叫樂音 一種叫噪音 不過這東西很主觀的 那樂音就是 你可能覺得有人唱歌是噪音 那樂音就是一些固定震動而產生的聲音 如果籠統地去定義的話就這樣說 噪音就是一些不規則的震動 就是亂來的那些 你可能覺得有人唱歌是亂來的 你說他是不規則的震動 好 那我們去比較不同的樂音的時候要知道什麼呢 我們可以有幾個特性去描述它 第一就是音調 就是音是幾高 音量就是有幾大聲 音色就是那個聲音有什麼特性 譬如吉他和琴的音色是不同的 譬如吉他和琴的音色是不同的 或者小號和小提琴也是不同的 小提琴也是不同的 好 音調 我們可以再說吧 frequency 是嗎? 是嗎? 不要緊 之後再說吧 欸 給錄士 給錄士 好了 我差不多講完這部分了 接著就是阿信教 接著就到弘信接力了 好 那這個就是不同樂器的音色的範圍 那這個 這個也是 都是一些 bonus 的內容來的 就是都不需要記的了 那純粹給你看看不同樂器的那個 那個音色是 不是 不是那個音色 那個音調是在什麼範圍 好 然後音量 音量 我覺得這個很容易明白 就是有幾大聲幾小聲 那我們通常會用聲強級去描述的 就是如果我想有一個很實在的數字去描述那個聲音 我們可以用聲強級的 好 接著到音色了 音色就是講不同樂器的那個聲音的獨特性 分配的單位 我後面好像有 應該還有 那不同的發音體或者不同的樂器 容易一點理解 不同的樂器就會有不同的波形 那 這個你明白就明白就算了 這個不是很重要的 總之你分到不同樂器之間的聲音 那這個就是講他們的音色的分別 對 那個圖片來的 那剛才我講過聲強級這件事 那聲強級就 就是我這樣講你不知道是什麼 如果我說分貝你就知道什麼 分貝就是量度聲音的大小 有幾大聲有幾小聲 就是如果我告訴你 那個聲音是100分貝的 那就是很大聲 那 然後就會看到一些很恐怖的損失了 其實這些損失你不用管 你只需要知道結論的 結論就是 就是當距離每減少一倍 那個聲強就會增加一倍 聲強級就會增加三個db 好 那什麼意思呢 我用簡單的方法去描述 那就是說我現在跟咪的距離是這麼多 如果我跟咪的距離 咦 再遠一點 沒得減少 原本是這樣的距離 如果減少一倍變成這樣 就是縮了一半 那分貝就馬上加了三個db 這個就是結論了 那怎樣出來呢 你就有興趣自己看 我不解釋了 這是數學的 那如果 反過來 我的距離增加一倍 原本是這麼多的 我這樣增加一倍 那分貝就會減少三個db 那個i在哪裡 這個 這個呢 就是聲強 intensity of sound 不要問我什麼 我不解釋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不解釋了 這個 很physics 因為這個部分 真的physics 這個 我不解釋了 因為你知道 i都沒有用 幫不到你控制 總之你知道結論就行了 結論就是距離 一減少一半 升強級就增加三個db 就是三是一個很神奇的數字 那三就是在lock上計算出來的 這個就是結論 你知道這件事就夠了 好 最後就是關於訊號的處理 這個訊號處理 就跟下一課有更多的關係 那因為呢 在音響系統裡面 聲音經過處理的時候 是無可避免會產生一些雜聲的 那雜聲就是一些字字聲 那些高頻的聲音 多數都是 那 那我們怎樣去描述這個噪音 有多少呢 那我們會用信噪 這個單位去描述的 如果你有看那些錄音的器材的話 那它通常都會寫 寫完給你知 signal to noise ratio signal to noise ratio 那它的計法呢 都是聽完就算了 這個 就是講的訊號有多大 就是前面的數字 減 雜聲有多大 雜聲有多少db 那兩個相減就是信噪比 就是這樣 對 因為這兩個是 講一下講了數學了 對 Ratual是數 但是因為這兩個是lock來的 lock是相隨的 對 我怎麼都講數學 對 真的是數學來的 這些 那為什麼減是數學來的 你不明白是不要緊的 你知道有這樣的單位就可以了 好 這個就是第二課的內容了 有沒有問題 是 是 那如果呢 如果呢 有一次 譬如你放咪咪說話 他就會發出一些超高分的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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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聲 為什麼會這樣 是的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怎麼可以解決 解決 解決 沒有加嗎 是我加了 好 好 那 問題就是 為什麼會有 Feed Feed 這些回音呢 原因呢 就是 喝一口 那 當你的聲音 進入咪咪的時候 它放大了 那 如果你就這樣說話的話 它就放大你說話的聲音 但是如果你對著喇叭的時候 喇叭出來的聲音呢 又再放大 又進去又再放大 那 這樣不斷地循環 那 就放到很大就會出現這些尖的聲音 是啊 是啊 就是這樣 所以千萬不要把咪咪放在喇叭上 你是會聾的 好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